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冲出泥潭求人者教学节目 教学的主角依然是佣兵,上分最快 你要冲出泥潭,一定要选一个上分最快的佣兵 机械师来了,大哥请修机,我这边去撞鬼 看见了一个约瑟福啊 那不用看了,我的这个镜像肯定被他打 看他打一刀还是打两刀了 我准备待会儿死到那个,他不打我了 这个人很坏,这样说我就救不了人了 一个救人位,救不了人,我得去把我的这个镜像给摸了 站一下看到他位置,好,把镜像自己去摸好 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自己的镜像摸满 不对,摸好,摸一下之后呢,我至少能救人了 他这刀打得好讨厌 调香师,那调香师一定会打两刀 然后挂死 赶紧把自己摸好,这是一个细节 如果说你佣兵,哎,管自己对吧 反正他也不来抓你,管自己外面修会儿机 那你这把就炸了,我这个佣兵就废了 一点用处没有 这里一起修一修 调香师在那边 这里炸鸡,我要去把这调香师也摸起来 然后把它摸满 第一波的节奏,如果能够摸满的话 其实节奏是不差的 如果能摸满的话,节奏是不差的 这个主要没有交流 刚才应该发,我倒是没想到其他队友还会过来 所以说没有发一个专心破译,我去救人 找到了机械师 哇,这机械师直接倒地 那么他挂上以后要拍照了 要去救人 这就有点难受了 卡个半,然后救下来 还要看节奏 这边一定是会拍照 拍完照,先救本体 救完本体以后 再看啊,再看 嗯,差不多到这个 这个距离刷差不多到一半的距离 一半的血线就可以过去了 因为约瑟夫他这个擦到比较快 镜像 好的 我去把镜像也给捞了吧 没用了 反正捞了跟没捞是一样的 这个机械师进镜像 然后等到镜像结束他才能挂 就这样吧 这波救下来 然后拖一拖时间 这老哥还倒在我旁边 我这就不好修了呀 这是机械师的遗产机 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 直接牵起来 二挂 跟他们说我不救人 这把的节奏 嗯,不是特别的好 看上去外面四台机应该都有在修 但是 都会被干扰 瑟夫要过来了 他在转牌 回去 他们好像没有人想要救啊 没有人想要救机械师娃娃的电机 如果能量这把有机会保平 哎,可以 他要管我这台电机了 我们要赶紧走啊 交户币拉走 再电机 不能给 他不想给 交两个户币转进教堂 不知道队友刚刚能不能通过他的一个受难 哎,看一下 拍照了 打我的镜像 这台电机赶紧亮啊 对,趕紧 他趁他挂我镜像的时候赶紧亮 我这一丝血 你挂我跟没挂我 都是一样的事情 条箱师也被打到了 两刀 这时候不用怕他出来打你啊 因为他是牵着人的 除非他把这个人放下他才能出来 然后我们这边把这个电机先点亮 他挂上了我 好,再电机抢掉 我需要去补自己的电机 捞自己的镜像 不清楚他挂哪里 看一下 能不能把自己镜像捞下来 捞不下来 他 这里是多修了一台啊 这个祭司多修了一台 条箱师这边挨刀 祭司电机应该能压好 这把是能压好的 就是 就看开门站了 他应该还有一个镜像的CD的时间 哇 条箱师这边倒地啊 那等我自摸起来 然后我去压击祭司救人 祭司已经来了 祭司来了就不要叫自摸了 然后我去压击 应该他那下修的更多一点 这边应该是会拍一张照 应该是会拍一张照 所以说祭司这波救人 还需要把那镜像也捞了 他不拍照吗 不拍照好事啊 哎呦过半了 过半了有点可惜啊 我这里的话要开什么门 感觉他们是往后走的 先看这刀 这刀打完以后确定屠夫的位置 然后选择我们开大门还是小门 因为这个距离其实差不多 他们如果发快走就直接亮 因为他应该是倒在一个交互点上面 我现在完全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啊 哎 开小门 他往小门去了 开大门 交一个护币 留一个护币 噢祭司已经在开门了 我这里是满血 然后地窖在这边 调香是上挂飞 如果待会直接传送 我走 我走 快走 我走地窖 快走啊大哥 这兄弟没懂我的意思吗 对 这时候叫你快走你就快走啊 真的这有点吓人啊 这老哥老子要走了 因为这个 这个 调香师是一个上挂飞的 所以说我站在地窖 这边是更加安全的 如果说我往门那边走 他这个时间点 旁边有椅子挂上以后 直接传送 我有可能被一刀斩直接留下的 所以说走地窖是最安全的 既然脸上有地窖 一定走地窖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